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9月3日,又是美好的一天,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三百三十集,时间过得真快,一下子一个礼拜又过去了,中秋节也快到了,今天又是周旭二日,大家放松心情,不要去想股市,这两天天气不好,大家不要乱跑,这个台风看起来很奇怪,好像不会登陆,不过大家还是要小心,小心才能死的万年喘,不管做任何事,都要小心的,包括投资, 昨天美股收盘,道琼跌337点,NASDA跌154点,昨天美股开盘是涨的,但是后来为什么会跌下来,因为美国公布的非农数据太好了,投资人担心联准会会继续升息,所以又没信心了,股市又跌下来了,这真是奇怪的下跌理由,最近跟一些退休的老同事谈到银行的变化,觉得很感慨,台湾的银行真的是一部金融仓伤时,为什么现正的银行员都变成保险业务员了,好奇怪,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下集再见